哎 大米 什么事啊 啊 我闯祸了 我没闯祸呀 什么 家里边人都为了我着急呢 招什么急啊 啊 你切菜之后把手啊给弄破了 哎呀 你怎么搞的呀 手没事吧 没事 我啥祸也没闯 啊 你放心吧 好好好 哎 这谁这没事胡说八道的 哎 你好 我赵刚子 我是赵刚子呀 这还能有假吗 我是赵刚子 啊 小徐传说我未对潜逃了 我到哪儿潜逃去呀 我有经费吗 我就潜逃 别听他瞎说啊 这反正你这不知道谁没事 这吃饱撑得胡说八道的 喂 说话 喂 电话拿错了 喂 哪位 啊 你知道我现在急需用钱 想给我提供一笔经费 你哪位呀 小鹅贷款 你去一边的时候 这怎么着 这谁也吃饱撑得这造谣着 是是是是 杠啊 杠啊 小鹅贷款 小鹅贷款 小鹅贷款都气毁了 王小千 你是不是又惹你爷爷生气了 王叔 别生气啊 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都里能成船 哎呀 杠啊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一会儿我和你说个事 你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都里能成船 王叔 你看你这话说的有啥事你说 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我知道你什么人 哎 今天小区有人说你闯祸了 你知不知道 对呀 还说你什么要为嘴浅头 对呀 为这事我媳妇手都弄破了 是不是 谁说的呀这事 你想知道吗 想知道啊 就是他 王老夏 这事是你说的呀 来 你过来吧 过来 我踹 你干什么 干什么办啊你 你不刚才说了吗 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都里能成船 你要真想踹的 你踹的后屁股两下行不行 你干你老王就留个个儿你 你 过来 把屁股绝着我穿一下 我我我我我我 你绝行吧 大我我我也是为您好 行了 你过来 王小千啊 你说你没事你是吃饱了你是怎么的 大哥我平时对你怎么样啊 好啊 好你没事你出去造谣说我惹祸了 我惹什么祸了我 大姑姑 你今天早上是不是扶起一个昏迷的老头 是啊 旁边有人看着吗 没人呢 大早上起来就我俩人啊 嗯 谁能证明这老头不是你撞的 这 哎 哎 哎 不是 不是这事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是他倒了我把他扶起来 然后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送到医院 你给人留下姓名电话还有单位地址干啥呀 医院让我留的呀 我替他先垫付的医药费 完了人医院说了 回到他家属来了 再把钱还给我 嗯 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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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了 他还你钱 怪不得二姑说你颜值挺高 智商为零 你选什么花质数 就说八道 那大姑姑这是做好事 爷爷 你不仅颜值不高 智商为负数 这大姑姑说我要有一点智商 我能养你这样的孙子吗 他 我这个颜值 男爹还不如我 你还不如男爹 你知道咱家这叫什么吗 啥呀 黄鼠狼下号子 一窝不如一窝 喂 是你别吓的 你再说一句 黄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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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下号子的事咱以后再说 来来来 黄鼠你坐这 黄鼠你过来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担心我啊 怕我被别人给讹上啊 不是担心 你已经被人讹上了 人胡说八道 不是你们俩不信呢 啊 大姑姑 谁遇上这事不跑啊 不躲呀 你还往上冲 哎 不是 我不冲怎么的呀 我这是做好事啊 我还告诉你 王老千 我矫正 不怕鞋 对 那得看你遇上什么鞋 里边要是有沙子 各死你 正在那胡说八道 没事别瞎说 不是 不是 爷大姑 你们不信是不是啊 啊 就不信 大姑父 我让你看看你救人之后的后果 还后果 爷爷 天天后果求你点事 麻烦你一下子 白叔 你躺着 我 从现在开始 你就好比是昏倒那老头 我就好比是你亲孙子 还好比是我亲孙子 我有你这样的孙子 我都算败笔 你知道吗 还好比 倒霉玩意儿 大夫 哎 就为了结穿他这个牛论 咱俩配合 行 你夫那个老头躺哪地方呢 哦 当时他就躺在马路边上 哦 行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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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躺那 你躺那吧 我给他扶医院去了 医院里边有床 医院那个床 我不躺不激励 那你也不能躺地上多凉啊 这接地气 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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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抽好了啊 现在就开始了 哎呀 我的爷爷 呀 爷爷 爷爷 我还没死 我还没死 你别说话 爷爷 是谁把你送到医院的 那个是我给他送到医院的 你为什么把他撞倒了我 我没撞倒他 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躺地上了 然后我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去的 你瞎说 我爷爷这辈子 除了睡觉 就没倒过 你一个月挣多钱 我一个月挣三千呢 挣三千块钱就敢扶到头 爷爷 你后来打得好架 三千块钱你别打过 五千七一 放屁 你拿我当转爷碰死的了是不是 爷爷你别说话 王小千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的 那你那意思 五千块钱以上才能扶你爷呗 像我这种挣三千的 就只能在旁边卖单呗 你别管你挣多钱 是不是你撞了 怎么是我撞他 他倒地上我把他送医院去的 他自己倒地上的 他怎么倒的 怎么倒的 来王叔你配合一下 你先躺下 停 大家我看着了吧 是他把我爷爷给撩倒的 拿钱吧 你这么胡说八道吗 你这么害人吗这不是 王小千 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害人呐 我告诉你王小千 我还就不能看着这么一个老人 倒地上不管 明白不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爱讹什么讹什么 人 就得干点人该干你的事 王叔你这咋的呢 太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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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你怎么搞定了 我给我大伯母说这说法呢 你把他现真说法啥 你不快走 快跑了 等会一家属来了 你跑不了了 你这孩子放心 家属来了 也不能像王小千 那么孙子 哎呀王叔我打听过了 他家是没孙子 但他有个女儿 有女儿怎么了 有女儿咋的了 大姐夫你是真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是不是啊 那我就继续献身说法 王叔 请你继续配合一下 我这会儿窩还被我了你说 你说 麻烈 麻烈 你看看 麻烈 谁把你装成这样的呀 谁把你扔到医院不管的呀 不是 不是 是这样 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哥哥 哥哥 不是 哎 那个那谁 你先松手 我 我我我腿刺硬我 我跟你说 哥哥 你不知道 我从小就没有妈妈 我是跟我爹相依为命 可现在你把他装成这样了 不是 不是我把他装 我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 你怎么着 你得对我们家做点补偿吧 那你说怎么补偿啊 娶我 你你你你别开这种玩笑 我已经结婚了 明白吧 我大姑父 啊 这事我替你扛 你要滚一辫子去 你家田衣是不是 有你什么事 你俩都滚一辫子去 看热个闲事小是不是 爸爸 不用害怕 我还就不信了 做好事还做出错误来了 他们这都是假设 假如有人和你 怪死 我替你打 哎呦 爸 怎么了这是 咋了这是 别提了 咋了 我不是在这社区喷泉下边那溜的吗 啊 就看那个喷泉下边那水石子边上 有个人在那哭哭喳喳喳的啊 我就过去看看热闹啊 啊 结果看一个人在那旁边 站在那围着那个圈上 他就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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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光顾看他了我也没注意 哭啥 还吓着我就掉在池子里去了 就看上来这个人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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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那人我知道 他有时候经常喝酒 他一喝多了就在那数数 多亏那水池子里没有多少水 哎呀 还得多亏这位姑娘 应该不要 是他把我给救上来的 哎呀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客气啥 谁看着这种事都应该帮一把 不行那我一个好好感谢你 这样 你要实在想感谢我啊 就帮我找一个人 找谁啊 你们物业公司我叫赵刚子的 那个 这那这位女士 你找他干啥呀 就是他把我爸送去医院的呀 所以我要来找他呀 所以你要干什么 从小我就失去了我的妈妈 只有我和我爸爸相依为命 我爸爸说了 以后嫁人就要嫁这样的好人 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看上我 如果他不嫌弃 我愿意嫁给他 那个 那那个情况是这样的 那个 我跟你说啊小妹妹 赵刚子救你爸爸呢 是他应该做的 我告诉你 现在 像这样的好人 非常多 回去告诉你爸爸 他不用谢 另外呢 你跟赵刚子在一起不合适 他比你大多了 不会吧 我听说他没比我大多少呀 你看你这个人 怎么还不相信呢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就是赵刚子 他 耶 王叔 王叔 你发挤了吗 你不要 这是人生 你不是 我有没有 你没有 有没有 你 没有 嵂 那样 你